2022最新的美国惊讽大片野蛮人正式来袭 这是一部不按照套路出牌的恐怖电影 它会让你永远也猜不准剧情的走向 题材新颖 不是精彩 而且是真的恐怖 话不多说 正片开始 一个雨天深夜里 小美提着行李来到了自己租下的房子 当她想要进门时 发现房中已经有其他人了 可男人也说自己在网上租下的这间房子 小美也确认自己的信息 没有错误 小帅口中大骂中介一房两租 接着她便邀请了小美 要么先住下 明天再找中介理论 而且让小美睡房间 她自己睡客厅 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 按照以往的恐怖片套路 肯定是男人不怀好意 小美误入狼窝 经过一番龙争胡斗之后 终于逃出了魔窟 可事实并非如此 一夜无话 等小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小帅已经不见了综艺 小美来到了可疑的地下室中 竟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绳子 扒出了绳子之后 出现了一个可疑的地窖 小美犹豫了半天 战战兢兢地走下了地窖 竟然没想到 用坐在地窖下面 发现了一个教宗教 小美在门口 喊了半天小帅的名字 都没有人应答 于是她再次 壮起胆子走了下去 漆黑寂静的窖中 叫声不见底 到处都是牢笼与叉道 就在小美 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候 小帅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她眼前 吓了她一跳 她的神情好像遇到了 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 小美来不及多问 拉着小帅就想要赶紧出去 画面一转 不知过了几天 房东阿伟回到了自己家中 她很疑惑 为什么租客的东西 都还在房子里面 她打电话问了中介 不靠谱的中介 说不出个所以然 阿伟想了想 越来越觉得 被打开的地下室 很可疑 于是拿着小刀和手电筒 进入了这个漆黑的地下室 阿伟在地下室中 发现了第一个地窖 她高兴坏了 以为地窖中的面积也能卖钱 还兴奋地拿着尺子 东凉凉 西凉凉 紧接着她又发现了教宗教 这下子 把她心里都乐开了花 还在拿着尺子 幻想着自己能靠着房子 成为千万富翁 却不知道自己 已经半步踏入了鬼门关了 就在这时 好像有什么东西 突然用力地 拉走了她手中的粮食 在手电筒 忽明忽暗的灯光中 一个高大的人形怪物 突然向着她走来 这是阿伟才想起要逃跑 却没想到一尸脚 摔入了一个陷阱之中 一个脏兮兮的奶瓶 从地牢窗口伸了进来 小美看见之后 连忙用嘴去吸食 等小美 吃好了 奶嘴的方向 转向一旁的阿伟 阿伟竟然死也不吃 难道真的吃奶 会比死还难受吗 于是可怕的怪物 就让阿伟 尝尝死亡的滋味 只见阿伟 直接被怪物拖了出去 而小美 却趁机从没关上的大门 逃了出来 小美不要命地 逃出了教宗教 可没想到 地下室的大门 已经锁住了 根本打不开 小美只能退而求其次 打碎了通风口 想要从这里爬出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小美终于被好心的 老黑拖了出去 看着恐怖的怪物 消失在了地下室的黑暗中 小美连忙来到了加油站 打电话报警 希望警方能够 尽快赶来救出房东阿伟 没想到伯伯了 看小美像个流浪汉 又没有身份证 本来想打发他走 可小美坚持自己 是被囚禁了 还有一个同伴有生命危险 这才让警察去车 来到房子看了一下 但也只是真的看了一下而已 伯伯罗说了一句 这个房子里面没人住 就开车走人了 这就是美国底特律的 真实现状 小美眼看 伯伯罗已经靠不住了 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 他从房内拿到汽车钥匙 发动汽车 等待夜晚降临 他知道夜晚怪物就会出现 就在这时 怪物张牙舞爪的如期而至 小美发动汽车 一头就撞了上去 直接将怪物 撞进了房子里面 愤怒发狂的怪物 这才死在了他的面前 而在轿中轿里面的阿伟 找到了一把手枪 并当小美在地下室 准备去营救阿伟的时候 却没想到 直接被阿伟一枪给干趴下了 紧接着阿伟扶着受伤的小美 逃出了房子 他们逃到了白天 救了小美的黑人大叔那里 可还没等他们屁股作热 突然墙壁就被怪物 撞出了一个洞 怪物来到了老黑身旁 直接将他徒手分尸了 简直不要太凶残 吓得阿伟和小美转身就跑 他们气喘吁吁地 跑到了塔楼顶端 却发现怪物紧追而来 但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这时露出了真面目的 阿伟抓起小美的头发 将其扔下的高塔 可没想到怪物 真的将小美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他纵身一跃 也随着小美跳了下去 阿伟朝着地面一看 只见怪物用身体挡在下面 接住了小美 他连忙跑到了小美面前 虚伪地请求他的原谅 小美还没说什么 忽然抱起的怪物 却直接将阿伟送上了西北 怪物转身亲切地抚摸着小美 他把小美当作自己的孩子 问他是否有受伤 他眼里也是满满的母爱 而小美却捡起了 阿伟掉落在地的手枪 对着怪物就是一枪 本片隐约暗支很多 所有常见话题都精巧点的 但难得的是 他的剧情走向完全猜不通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有几个地方真的很吓人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 本片到此结束